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维学员VV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新闻是来自于商业周刊 它的网络版 它的标题叫做改变用户习惯没那么简单 Google串流游戏四年收摊启示 那种启示录的概念 对 他一开始就说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嘛 对不对 他说Google对这句话 或许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搜寻引擎龙头 日前不意外的宣布关闭 这个游戏平台Stadia 宣告串流游戏梦想破灭 这不仅反映出科技做艺术的策略冲突 不仅是科技做艺术 也是科技做内容 他说更证明 商业界根本没有飞跃这件事 那串流游戏 就像串流影音 消费者只要打开电脑网页或是手机 就可以玩高画质游戏 不用再买高阶电脑或PS5等游戏主机 那游戏运算全程都是由串流企业端来完成 那在三年前Google的执行长Pitcher 他就喊出了Google对游戏有责任的口号 高调进军了游戏产业 是 他就诞生了Stadia平台 是 打着淘汰游戏主机跟高阶电脑的旗帜 OK 但是如今呢 这个理想就阵亡了嘛 哇 三年了 过去三年的时间 他砸了数千万的美元也就放水流了 是 那为什么这么有钱又有技术的Google搞游戏却会失败呢 我也经常觉得非常好奇 对啊 因为他本来就是以内容跟广告起家嘛 那其实首先就是没有非我不可这件事情 尽管Stadia在2019年推出后 陆续有非常多的大作跑出来支援 并号称还会再增加几十款游戏 但现实是这些游戏在其他平台也都玩得到 是 也就是说Google从来没有推出过独家游戏 是 科技大叔其实十多年前就有提过了 这个所谓的one source marty use 这个是对内容界很好 对 但是平台界不能有这样子的思维 大家当时还觉得很奇怪 很棒 因为你平台界没有专属的内容 到处都可以玩的话 你这平台有什么特色 是 今天来看就是这样 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没有自己独门的游戏嘛 接着他说 同时讲究玩家快速反应的游戏 在Stadia平台上也表现平平 理由之一是 这个延迟感影响玩家的体验 也就是说 这个网速不够快 玩家输入指令后 无法画面及时的呈现 就很难体验这个Stadia的一个效果 表面上平台 让玩家摆脱游戏机或电脑 其实让这个玩家更依赖网速 我跟Vivi经常讨论过所谓到位这两个字 对不对 有没有到位 我们一直在谈这件事情 没错 就想到我今天早上录音是录源短的 然后当主持人问完说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之后 他就开始说出他的选项 没想到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讯号delay 所有的受访者都在他讲出第一个选项之后才说是 三个受访者不约而同 所以就是到位还蛮重要的 那其实Google他错估需求 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手谈的原因 那他推出Stadia仅一年之后 Google就把同时成立开发独家游戏的工作室管掉了 导致他的平台就只能完全依赖第三方的游戏开发商 那有一本杂志Wired他就说啦 投资自家的游戏工作室 投资了数千万美元之后呢 Google无法忍受开发高品质游戏所需要的昂贵且复杂的制作过程 是 尤其呢是他有考虑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Stadia的订阅数并不高 是 接着文章说 这反映出Google企业文化跟游戏业本质有冲突 除了这个Wired他分析 Stadia失败 原因之一是因为Google是科技公司 而不是内容公司 那根本问题其实是艺术跟科技之争 他说一款游戏往往需要三到五年来打磨 开发者可能会长时间不会有明显的产出嘛 但是这是跟Google众科技跟效率的导向 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嘛 对不对 是 但是其实Stadia这个平台的失败 还反映了另外一个深层的问题 那就是一步到位的迷思 Google串流游戏从零开始 想一步到位建立自家的平台 那知名的杂志经济学人他就说啦 Google进军游戏业的策略是 从头开始建立客户群 是 从我们以前的BB Call 大哥大到我们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从录影带 DVD到串流影音 都不是某个企业选择或是设计的结果 是 而是不断在前人的基础上微调做改善 才慢慢被市场接受 是 接着就是科技大叔的点评时间啦 对不对 那这让科技大叔想到这个Google的一个产品 叫Google TV 哦 它已经是20 好像2010年那时候发布的 它是由Google这个开发嘛 以Android作为软体平台 结合机上合机高解析度电视平台而成立了 除了Google参与开发外 还有这个Sony啊 Intel 还有这个Logitech叫罗技 他们共同合作嘛 20105月20号在Google I.O.发布会 正式公布这个所谓的Google TV的计划了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因为当时非常红嘛 对不对 然后某这个 今日的一个电信的一个高管 他之前还有说 他说Google TV应该是以后everywhere 大家都会使用Google TV 那当时我也很好奇 就去使用一下 我真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在客厅的那个环境 他是用那个花鼠跟键盘 那就是把电脑萤幕放大而已 对对对 我当时就说 Google这家公司怎么这么不懂得科技人文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issue 可是你看十多年过去 今天讲的案例是不是跟当时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你并不了解内容业 你并不了解游戏业 你以为你做一套一个平台 一个系统 或是一个载具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取代 就会赢过这个游戏业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种思维 我今天想提的是这个 所谓科技人文的思维 我觉得在今后的数位世界的发展 数位经济发展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显示 就是科技公司 我非常的好奇 跟它的好奇是一样 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你有用不完的钱 你有数不尽的人才 为什么你的跨领域做得这么差 这就是它跨的游戏 做得完全好像不了解的游戏领域 就像进去一样 对不对 对让我想要另外一间公司叫微软 微软就是我们PC的霸主 那在我们智慧型手机 刚开始火红的时候 其实它也推出了 Windows系统based的智慧型手机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太成功 因为它很多的操作界面 其实跟电脑有一点像 不过微软最近也是 转型转得蛮积极的 它并购了非常多不同领域 不管是游戏运算等等的公司 然后现在主打的是云端 那就祝福Google 所以我们主要想推了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科技人文或商业人文 就是你的商业不能只有商业 你没有人文 或是你的科技只有科技没有人文 这里看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技术或许很强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跨领域的 我不知道他们那么大公司 你去请跨界的这个人来协助你们 其实你是有这样子的资源做的 我觉得还是本位主义 就是你们自己觉得技术 科技这个部分 软体 但是碰到内容这个部分 你就没辙了 所以这以前是Google TV 现在是这个Stadia游戏 我觉得十多年来其实完全一样 我就不知道这间公司 在这个部分怎么好无进步 大家如出一策 这个失败 对不对 是 那以上就是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个想法 那近日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叔 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 就来做讲 我为选VV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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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